造型設計 造型設計除了能夠妥善呈現物體本身的屬性或特質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其實就是定義攻擊範圍 利用這個方式來輔助遊戲設計 使內容可以有更多的遊玩趣味 或者是使玩家可以更快速的上手進入遊戲世界當中 從戰神的範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攻擊的效果很清晰地定義出了一個中間的授擊範圍 玩家也可以很清楚透過攻擊範圍去知道我正打在哪裡 是不是能夠正確地命中到目標敵人身上 也可以利用這樣子的距離 這樣子與授擊範圍的距離來去決定玩家的玩法 如何跟敵人保持距離以免 才不會受到傷害 卻又能夠有效地攻擊命中敵人 所以透過這樣的視覺設計 就可以幫助玩家很快速地理解 那個範圍大概在哪裡 而如何運用這個範圍去抓準正確與敵人之間的距離 確保自己的安全又能夠正確地擊殺敵人 讓玩家在這遊玩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更好的遊玩體驗 甚至成就感 那也可以去擬定他的遊玩或攻擊策略等等 這都能夠大大提升玩家的遊玩體驗 所以一個良好的造型設計 整體的技能剪影 也都能夠幫助到遊戲設計的玩法上的提升 體驗上的提升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遊戲中的案例 也都是透過巧妙的視覺設計 去符合攻擊範圍的定義 而不是很呆板的框選出一個範圍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視覺的辨識方式來協助玩家 可以清楚地知道所會造成傷害的區域 或者是應該閃躲的區域是在哪裡 而透過這樣的視覺方式的設計 也就可以很清楚地協助玩家 去看出說 我現在應該要在哪裡做閃躲 或者是我是否能夠命中敵人 像在魔物獵人的案例當中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裡很明顯透過視覺方式去暗示 在這裡會有一個線性的區域會產生雷擊 而玩家可以透過這樣的視覺預告 去進行事先的閃躲 而沒有順利閃躲成功的玩家 也就會在這個範圍中 接受到接下來的傷害 而整個視覺表現也就很清楚地 很清晰地呈現在這個範圍當中 這樣子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的遊戲設計師去設計更多有趣的玩法 去挑戰玩家 玩家也可以在這樣子的過程中去獲得更多的遊戲樂趣 那例如說噴火的效果也是很清楚的一個線性移動的範圍 那玩家要試圖躲過這個範圍避免造成傷害 而這樣子的一個視覺效果又非常自然地融入在角色的個人特質 或者說它的特性上 所以一切的效果就會顯得非常自然而合理 而不是置入一個很突兀或不合理的方形區域去告訴玩家說 這裡有一塊方形區或圓形區域你必須閃躲 那這一切不自然的東西都會破壞玩家遊玩的體驗或沉浸感 所以能夠很妥善地去利用視覺特效的方式去把這些攻擊區域很清楚很自然地融入在遊戲當中 融入在遊戲的世界觀當中 讓玩家不用去受到額外的干擾 而很自然地就能夠去理解或者是去辨識出它的範圍到底在哪些地方 而這些都要透過妥善的造型剪影的方式造型的設計的概念去達到 此外我們也可以透過造型剪影的方式來協助攻擊特效的呈現 透過適當的造型剪影我們可以呈現出武器的特性或者是屬性以及類型 例如說像銳器攻擊呈現出來的造型剪影都會比較屬於銳利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在這範圍中可以看到它的剪影獸級的剪影是非常的銳利的 因為這玩家所拿的武器是一把武士刀大太刀 大太刀這樣子類型的武器帶給你的印象都是非常尖銳快速的 所以會採用直線性的造型來做設計 所以直線性的造型設計就非常的適合屬於銳器的武器類型 所以我們會設計出比較尖銳的收集效果 甚至比較尖銳的噴發的粒子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粒子的噴發也是比較線性的 中間是輔助的更次要的細節小細節的粒子 主要粒子部分都是比較很強烈方向性線性範圍的一個運動方向 那這整體的視覺剪影的效果就能夠幫助整個攻擊的打擊感更加強烈 也更符合武器的特性 因為直線性的造型剪影帶給你的感覺就是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俐落 非常的尖銳 攻擊性很高 危險性很高的一個視覺印象 所以舉凡像是一般的刀劍 武士刀 小刀 匕首 手禮劍 或者是弓劍等等 普遍都會採用比較直線性的造型剪影來進行收集效果的設計 那反過來我們來看鈍器收集效果 因為鈍器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沉重 比較大範圍 比較大力量 比較緩慢的一個概念 因為鈍器通常比較重 收集面壁比較巨大 所以就會採用比較曲線造型的收集效果 例如戰勝中的這個案例呢 用鈍來進行攻擊 那鈍牌呢 就屬於鈍器的類型 所以打擊出來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它呈現的是一個比較圓形的 一個收集效果的呈現 一個收集的剪影呢 是呈現一個圓形的一個狀態 那也可以呈現出整個鈍器 它比較沒有那麼尖銳 或者是那個威脅性沒有那麼高的一個視覺語言 所以我們在鈍器的收集的表現上 我們就會利用曲線的剪影的概念去進行設計 那舉盤像是垂直啊 用拳的打擊啊 或者是棍棒啊 或者是鐵球 長矛等等 我們都可以用過這樣子的收集效果來呈現鈍器的特性 那以上這兩種銳器及鈍器收集的效果 如果都能夠加入這樣子妥善的思考 把武器的特殊性 或者是說它的類別呢 考慮進來 來設計它的收集效果 那自然也就能夠幫助玩家 在遊玩的過程中 得到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一個視覺表現 那自然玩家就會 玩起來就會覺得一切是很自然的 很流暢的 甚至是很有打擊感的 符合這個視覺 感受的 那在這個地方就更能 也就能看出來 在正確的造型剪影的設計上 是有多麼的重要 接下來我來談談遊戲中最常見的刀光特效 那刀光的造型剪影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又要如何設計呢 其實刀光是來自於真實世界的動態產品 從這個參考影片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 真實世界中的武士 在揮舞著武士刀時 所背後所快速產生的產品 也就是所謂的刀光 就是我們在遊戲中設計刀光最重要的基礎以及依據 所以我們在設計刀光的時候 其實就是根據真實世界的動態產品 再透過我們視覺設計進行誇張化或風格化 使其符合專案風格與遊戲設計的內容 例如說我們會調整它的殘影的長度或範圍 以符合我們在遊戲中所需要的攻擊範圍的定義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會利用這些特效的造型剪影去輔助攻擊範圍的定義一樣 在刀光的部分也是如此 另外在刀光的風格也是要符合整個專案世界觀的美術風格 所以會進行一定程度的風格化的調整 舉辦它的顏色形狀 所以在這裡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一開始我先快速的抓取出動態的殘影的範圍 然後進行簡單的灰階填色 然後調整顏色的大概的分布範圍 顏色也可以去呈現所謂能量強弱 那後面我去調整它的整個剪影的造型 為了讓它更具有風格化的效果 而更符合遊戲中的美術風格或者說造型 我做了一些比較誇張化的尖角 來呈現這個刀光的速度感 還要有它的危險性 因為比較尖銳 它形成比較快速的 比較銳利的 比較有速度感方向性的一個剪影形態 來輔助這個刀光的視覺呈現 所以呢 最後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有別於原本的動態 真實世界的動態殘影 又更加具有風格化的視覺 但是又非常的符合寫實的動態的表現 所以呢 不管我們遊戲中的角色是拿取什麼樣的武器 什麼樣類型的武器 我們其實都應該要思考該武器的造型 但在真實世界中所揮舞時 所產生的動態殘影 會是什麼樣的形狀 其實是有所根據的 而不是任意的拉取一個托尾的平板在武器後方 但卻沒有符合武器的大小屬性 或者是胖瘦寬窄等 該武器的特性 所以呢 這些都需要去加入來思考 那是否符合 那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 那當然視覺效果也會很自然 哪怕是風格化的效果 也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帶給玩家 很流暢的視覺表現 那也會符合玩家在整個動畫設計上 所呈現出來的動感 那當然也就可以 也能夠很好的表現出 遊戲玩法上要定義的攻擊範圍 還有在整個視覺表現上 想要呈現的美感 以及特殊美術風格的一個世界觀 等方面的呈現 所以在刀光的設計上 其實是必須耗費這些巧思 但是其實也都來自於對於真實世界的觀察 以及提升或改 優化所得到的結果 其實我們遊戲中許多特效的剪影呢 其實都是基於物理學的動態剪影 來形成的 例如火球 我們遊戲中最常製作的火焰 或者是水 噴水 或是水系的魔法 風 或者是毒 煙霧 氣流 氣體 等等效果 其實都是基於我們真實世界中的物理學動態 來形成它的剪影的 因為這都是我們 所有人類生活中的共通體驗 也唯有透過這樣子共通體驗 所習以為常的視覺剪影呢 才更加具有說服力 並且也符合我們在 對於這整個真實世界的物理環境的理解 或許我們不見得真正理解它的原理 但是我們對這樣子的一個視覺表現 或者是結果呢 已經在日常生活中 習以為常不過 所以我們在設計 特效的造型剪影的時候 其實 大多數 哪怕是奇幻的效果 我們都是會基於 在真實世界中所觀察到的物理現象 來做思考 來做設計 那當然可以做一些適度的誇張化 或者是次要效果的融合 來使效果更加奇幻 或者是有趣 那從現在這裡呢 我提供了一個火球的案例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常見的流體力學的概念 那利用流體力學的概念 我們可以清楚的分辨出 在剪影的左半邊 它是非常的乾淨的一條曲線 那右邊呢 是一個非常雜亂的一個很多細節 以及流動的曲線的不規則的形狀 而這樣子的流體的方向性呢 也透過這樣子的曲線以及雜亂造型的對比呢 來帶出它所運動的方向性 而這個呢 其實正是源自於流體力學中 所講述的一些概念 當然也是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就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無形中就會產生這樣的認知 然而這其實是有科學上的依據 所以當氣流往正面而來 或者是物體往這個方向移動的時候 會把氣流向周遭推開 而正後方就會產生一個微真空的區域 周遭的氣流呢 或者是微幅粒子就會往內地補 而形成一些渦流在背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火球後面呢 我們就會去製造一些比較瑣碎細碎的形狀 也正好去表達這個能量的向後消散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製作特效其實是可以加進來參考的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使整個效果非常的自然 而有說服力 而延續這個概念呢 我接下來要說的是其實是色彩剪影 那就像剛剛提到的火球穿搭的剪影呢 是有兩個很主要的訊息 分別是流體物質以及方向性 所以流體物質它所形成的剪影呢 是非常帶有曲線性的線條 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曲線造型 容易帶給人有流體流動感的視覺概念或感受 而利用剛剛我也提到的前半部是比較平滑曲線 而在右半部呢 是比較屬於瑣碎的細節造型 來對比一個完整性跟比較破碎的一個形狀的對比或差異 來帶出這個造型它的移動的方向性 所以光是這個剪影造型呢 它實際上並沒有移動 它就在這裡嘛 但是呢 我們卻可以 辨別出或是體會出 這個物體正在朝著左邊的方向 飛行或移動 這也就是這個剪影呢 能夠傳達出來的訊息 但是光這樣不夠 我們呢 之後勢必會填入顏色 所以顏色的色彩剪影呢 也必須符合這整體的剪影的方向性 所以呢 以下我就簡單的做了實驗給大家看 這是在只有單一色彩填充 沒有去設計造型剪影或者是色彩能量剪影的一個最初步的形態 那是呈現出非常的平的 那慢慢添加中色調的範圍 以及高光色調的範圍 而他們的範圍不管是中色調的範圍還是高光色調的範圍 都符合這個整體造型剪影的方向性 以及整個概念式的一個剪影的形狀 那這樣子的結果 使得整個色彩包含造型 也都符合了我們希望傳達的這兩件重要的事情 流體特質以及移動的方向性 所以在設計造型的剪影的時候 不單單只是去思考整個物體的剪影 其實在填充色彩時 我們也必須把色彩的剪影也考慮進來 如此一來就可以使整體的效果顯得更加完整 也可以使整體的效果更加具有立體感以及說服力 相比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組圖片 與第一組顯然這一組的效果顯得非常清晰 方向性流體特質以及它球體的形狀的體積感等等 都獲得很好的一個表現與傳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組案例 來比較色彩剪影處理的好以及處理的不好 所造成的視覺差異 那我想這個結果非常的明顯 其實這都是一組龍捲風的效果 那很顯然的左邊這組更加的吸引人的目光 也更加的使人覺得這龍捲風是非常扎實的強大的 那也會讓玩家願意一看再看不覺得厭倦 而右邊這組龍捲風就顯得相當便了 而缺乏說服力 甚至顯得有些怪異 或許甚至有些人會覺得這根本不是龍捲風吧 那這問題出在哪呢 其實以整體的外型的造型剪影 都符合我們常見的龍捲風的造型剪影的設計 那就看是屬於什麼樣的類型 那問題就出在它的造型剪影 右邊這組的造型剪影其實是非常的瑣碎而均勻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整體的剪影是非常的瑣碎 並且分布在整個龍捲風的範圍中 看不出哪裡是核心 也看不出哪裡是中間的中色調的區域 或者是消散的區域 整個是非常的平均分攤 然後並且是破碎的形狀 在這整個龍捲風的範圍裡 然而在這一組案例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整體的造型剪影呢 非常的清晰而紮實 而在它的核心的部分呢 亮部的部分其實我們可以隱隱約約中看到 它的剪影是像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正好也是順著整個外圍的剪影的大方向 去做中間的剪影的設計 在中間中色調我們橘色的部分 它的剪影呢其實也是蠻接近整個外輪廓的剪影的一個形狀 所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去襯托出整個龍捲風的視覺體積感 那也使整個效果呢更加的扎實和明確 所以呢這個案例呢 這兩個案例呢其實就是非常典型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色彩剪影的設計上 處理的好或不好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效果 所以不只是單單把整體外輪廓的剪影設計好 我們在色彩的填充時對於色彩的剪影 其實也是造型設計的一環 也應該要把它納入思考 接下來我還要談一下在動態剪影的部分 那這裡呢這一組案例呢就是我們遊戲中常見的正波焰 那它就是一個環形的放射狀效果 那在最左邊的這個案例呢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時候會產生空洞的範圍 而破壞了這個環狀的概念 圓形水平方向噴發的一個動態概念 那在這裡的剪影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剪影產生了缺口 彷彿形成了兩塊兩個區塊的正波焰 而不是一個環狀的正波焰 那這樣子的動態剪影的語言呢 視覺語言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然而呢有些人呢我們就會把它做一個調整 增加噴發的數量啊或者說調整它的亂數的值 再更趨近於相似 得到一個趨近於圓形 完美圓形的一個動態剪影的結果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很完美的一個圓環範圍 然而如此完美的圓環其實在自然界中 在我們真實生活體驗中其實都是不存在的 那這樣子的視覺表現呢 自然也就會稍微欠缺說服力 當然噴發許多半透明的煙霧的貼圖 也會造成過度的堆疊 半透明堆疊 那當然這會是另外一個效能議題的討論 那在中間這部分呢就做了一個取捨 那我們固定發射的方向 那確保它在每一個角度呢 都會獲得一個例子 一個煙霧的例子 然後並且加入一些亂數 所以以確保它在每一次的噴發 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環形的 或圓形範圍的區域的呈現 但是呢也可以有一些變化性存在 去破壞這個造型的對稱性啊 或者是規律性啊 就像我們在最一開始有提到的 我們要避免均勻形狀對稱 或者是均勻體積的造型檢影的呈現 所以在動態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的 也都是需要基於這些原理或原則 來進行動態檢影的思考與設計 那既然講的是動態檢影 就包含它在整個存在於畫面中的 每一個影格每一個瞬間 都希望它所呈現出來的檢影 都是符合我們所需要的 所期望的 也就是符合視覺 物理本質的特性的呈現 那自不自然 流不流暢 以及是否符合 遊戲設計中所要定義的 效果範圍 受集範圍 傷害範圍等等 那這都能夠輔助玩家的遊玩體驗 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一個過程 最後我們來談談如何透過造型設計 去定義風格 那其實就是造型的細節程度 那在整個風格的光譜上 有寫實 非常寫實 到無線的風格化表現 的這個光譜上 我們可以看到 有風格化的最常見的類型 就是非常簡化的一個造型簡易 那只取出整個造型最核心的概念 那去呈現給玩家 那一樣的收集效果 我們再去增添它一些細節上的變化 就加入更多的細節 更多的形狀的變化 就又形成了另一個風格的呈現 那我們再添加更多的細節進來 也就會往更寫實的方向去貼近 那更符合奇幻風格的類型 或者是更加寫實的類型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更多的細節 也就更加趨近於真實世界 因為真實世界中並不會實際產生 像這樣大塊面積的打擊效果 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噴發出來的火光 或者細小的粉塵粒子等等 那這些所打擊造成瞬間的一個大量的粉塵 或是大量火光集合的瞬間 它就是那一瞬間所形成的一個造型的簡易 但是很快就會分散成各種粒子 然後在風格化表現中 我們就會把那一個瞬間誇張化加大化 然後甚至去融入一些額外元素 比如說這樣子的光環 或是一些更誇張的粒子噴發等等 所以呢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 相同的一個常見的打擊效果 在不同的風格的遊戲當中 所做出的呈現 那相當的風格 非常風格化的專案 以及非常偏向於寫實的專案 所呈現出來的細節度也就不同 那在造型設計這一個區塊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定義我們這個專案 所要呈現的美術風格 是要走向哪一個區塊 是位在整個光譜設計上的哪一個位置 就可以這樣子去做出大方向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定義了 以上這部分就是造型設計的內容 有勇於是有關的 有關的風格 或是在這個地方 有關的風格 會不會有限的 有限的風格 是有限的風格 會不會有限的風格 你去看 是有限的風格